欢迎大家来到脱口就小慧 大家这期的比赛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是变快乐了一些 我在化妆间跟打招呼 double board了 他说小盗死了 然后又走了 我说这项事就叫哄声 不是 这个 子善 讲讲你化妆的事吧 就是去了650 大家就在聊 就是说互相化个妆啥才好玩 我当时真的是很用心地准备了 我真的去看了刘亦菲仿秀 那我有一个犀利的问题 这个是650好笑还是秦宇强好笑 这个问题 他都喝水了 他都喝水了 你这么强的情商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王苏龙是谁的老朋友呢 造谈自己还给我发了个心意 这有点走私人关系了 有点感动了 是违规了什么意思 我要求取消取之胜的参赛资格 我能晋级吗 不能 你今天做天花板啥感觉 我们都排着队准备跟你拥抱呢 然后结果你又下去了 而且一开始都没给配音乐 最后上的漆漆啦啦的是吧 但是下去的很干脆 秋冬就穿热影力 牛仔搭配无压力 本节秒时尚设计师品牌 Kelvin Klein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就小费 女容新天科技感牛仔搭配做奶奶 感谢时尚设计师品牌Kelvin Klein 温暖赞助播出 小北 你今天做天花板啥感觉 今年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做过这个天花板 所以 那我们就把小北送上天花板 太坏了 又别降下去了 不是这个刚上来又下来了 下来很干 我还没跟他们打招呼呢 哎呦 我Jerry 真的需要双主持吗 我觉得我自己就能主持 这种问题问出来真的是让人很难受 今天做天花板的感觉就是 告别脱友大夫第五季吧 我看你咋接 我看你咋接 你来让我们也唱一首送别 唱平安 你当时是咋想的 你就是为啥 你是真的特别想做那个东西 我没做过 我都不知道上面啥样 那你第一次吗 你感觉跟你想的一样吗 一样 就是环境差不多挺像 但是心情没想到是那样的 我们也不是那样的 我们都排着队 就没跟你拥抱呢 然后结果你又下去了 我还没看全的那个场景 然后我就开始往下降了 而且一开始都没给配音乐 然后中间才开始配 甚至都没有撒那个气 我们这气奔上去 你就干上去了 没有气 我还没有气 我没有BGM也没有气 有气 我看到了 有气吗 有气 我看见气了 我看见气了 没有气 有气 最开始没气 有没有气那么重要吗 我都走了 现在最有气的就是小北拉 我现在一个一肚子气 最后上的稀稀拉拉的是吧 对 但是下去的很干脆 我们都没有下来过 娘娘你没下来过 对不起 你不是前两轮就下来过了吗 我是从外面下来过 对 对 好 大家这期的比赛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这轮好像大家都改的挺卖劲的 包括童木楠也是 我记得他前几天开放卖 后几天开放卖 讲的都不一样 对 我不是改出来的 我是换了 但是你肯定也改吗 之前的那个段对吧 之前的改了 然后一直都没改出来 然后怎么改怎么不行 我说实在没办法 就换了一下 那你之后还准备讲 就可能就比较难了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小学讲没了 对 一个挺好的结尾了 对 那就放心了 那就放心了 真是毫无忍性 那边擦着嘴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放心了 你想想 他可当过初中 你初中没有什么故事吧 广志呢 我昨天跟广志聊 广志说这一轮迷迷糊糊就写完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 有点气人了 这话 那广志现在写稿真的太快了 太快了 他只要找到一个人物 他就能很快写一篇 但进步这个东西 就只是还在进步 也没有特别厉害 你今天开场感觉咋样 开场 这场也挺好开的 感觉挺好的 好好好 娘娘冷笑了 你没什么冷笑 没没 说一说吧 说说心里话 因为 就刘老师讲的比较有深度 我觉得 所以观众跟平时听段子的感受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广志今天其实还挺难开的 我头一次听娘娘说这么一大段的话 在小会上 而且是夸我的那种好荣幸 也没有夸你了 他说你没有深度了 就你话还挺多 我们今天这个半决赛冲刺赛 邀请到了刘振云老师 和我们的朋友汪苏龙 来 我们看一下刘振云老师的VCR 没有了 开玩笑了 哪有VCR 大家今天见到刘振云老师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刘振云老师 就是听我们的段子 他的角度还挺独特的 对 他是带着自己的专业来看 对 就是他不太说从喜剧的角度看 他从创作和结构的角度看 对 他就看你那个怎么写出来的 有时候 他会说你那里少一个猪回过头来说一句啥的 对 猪跑了 我去追他 我一边追一边大喊说 不要再跑了啦 笨猪 大笨猪 这个段子非常有想象力 如果你要能再往前走一步 猪回头说了一句什么 猪回头说不要再追了啦 我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而且他一说出来我当场就想回答他 我想跟他创作起来 你知道吗 我想把这个底给我想出来那种感觉 王苏龙是我们一些人的老朋友了 是谁的老朋友呢 是智盛吗 对 难怪没给我们拍啊 完了 这有点走私人关系了 这有点感动了 是违规了什么 有点感动了 我要求取消许志胜的参赛资格 我觉得至少得降50票 我能晋级吗 不能 小家 别再取消一个 然后他是不是来 我记得他第二季来了 然后第三季也来 第四季也来了 你感觉他人有变化吗 还是那么的幽默 是 而且他拍灯特别果断 就是拍不拍他都特果断 对 就会 紫盛 我们这聊钱 已经挡镜头了 紫盛 我们这聊钱 已经挡镜头了 紫盛 我们这聊钱 已经挡镜头了 哎呀 广志 广志 不好意思 智盛 智盛说过 哎呀 我怎么当主持人呀 我 不说了 不说了 没化妆 捡你50票今天 捡我50票 你说 你说 广志 没有 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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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三 讲讲你化妆的事吧 你是在哪儿学的那个妆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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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笑了 别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 这个模特的皮肤非常好 我们这讲 你也行 虽然化妆技是无打力 但是嘴挺甜的 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看的 刘亦非的仿装啊 哈哈哈哈 就那个时候 我们就 就是去了650嘛 然后大家就在聊 就说互相化个妆啥的好玩 然后就就是我当时 真的是很用心的准备了 我真的去看了刘亦非仿装 就是我没想到那个 那个肥 他一一一转 他就能那么多 你知道吗 那我有一个犀利的问题 就是是650好笑 还是秦宇强好笑 也不犀利啊 哦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他挺犀利的 这个问题 他都喝水了 战术喝水 这可是晋剩啊 若不犀利 因为你没去那边 哈哈哈 那你回答一下呢 你 650 挺好笑呀 哈哈哈 但我们是幽默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这么强的情商 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很难回答 因为这两个 是最让我最在乎的东西 我很难在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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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讲讲鸟鸟啊 鸟鸟说自己不想在内向了 说了吗 我不想在内向了 我甚至要变得非常过躁 让邻居都忍不住说鸟鸟 不要再叽叽喳喳了 叫你鸟鸟 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鸟啊 嗯 好 那接下来的主持就都交给鸟鸟来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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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嘞 哎 好外向啊 鸟鸟觉得自己讲脱口秀之后 有没有性格上有些变化 我觉得我好像是变快乐的一些 我觉得今天见鸟鸟就还挺快乐的 就是我在化妆间跟人打招呼 我说double board的 她说小闹死了 然后又走了 我说这个 这像社交恐惧症吗 这样这样 哈哈 我一直 就是我因为我认识起来 她就演脱口秀了 我一直觉得鸟鸟的社交挺厉害的 就是你在人群中能舒适 就是我不太主动说话 但是我可能看别人比较多 然后我看别人说话 我也挺快乐的 而且你不说话 我觉得我们能接受 就是也不觉得你被忽略什么的 对 就是大家接受我底色是这样 所以就我不需要装得非常活跃 是个很好的思路 哦 但我觉得你 你今天演的剧厉害 对 干啥了我 我现在在家发出那种 可爱声音的频率 比小猫高多了 我就在那 喵喵喵 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庞哥你上台就是消解那个大家情绪的 我觉得消解的特别好 对 我说你一上台大家的情绪一下就松减了 而且你你那个 你这个段子其实还挺考表演的 就如果纯文字的话不太好弄 我以为是不太好笑 哈哈哈哈 我情商也有一些 哈哈哈哈 反正就如果给我演 我演不出来 我觉得你演得太好嘴 吻一下嘴都没瓢 然后每一个都 看我看啥呀 没瓢没瓢 哈哈哈哈 我那是淘汰了 你那是夸的我这蛮受不了 你还在这没瓢没瓢 还得撕过两刀 哈哈 我情商也有一些 哈哈哈哈 杨丽是把自己的小猫接过来了 我的小猫太可爱了 嗯 我的小猫我也要讲 哈哈 我可能会讲 我把这个领域摊开了 哎 那广子你是想养猫吗 你讲了 风说不行 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我感觉就算是我带回去看一眼 他们第二天也得跑路 我们流浪猫吃不了这个苦 就是我之前真的有想过养猫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要养猫的话 还得带它打什么疫苗 它如果生病了 还得去看嘛 成本很高 我觉得就是我照顾不好那个猫 所以就写了那个段 就真实的情绪 广之你的钱将会花在哪里 你的台本上有这么尖锐的问题 没有 因为它说了那些很怕猫照顾不好 但你仔细听它的理由都是感觉很贵 是吧 不是 还有一个原因是 你不觉得猫如果 它的寿命比你短的话 不是如果 你别诅咒我 就那天你会很难受 我会想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最开始有遇到特决究 但我养猫的动机是 就是我想试一下 我能不能负一个小责任 因为你如果养一个孩子 或者什么责任特别大 你先试一下小责任 你能不能负有个过度那种 我发现我能 这个忽兰和智盛 最近不是搞了个什么study group 最近有没有新成员 鸟鸟对不对 鸟鸟昨天晚上去了 鸟鸟 对 然后我也属于那种 那个偶尔会去的 偶尔矿磕的 偶尔矿磕的庞听声 然后有时候会蹭蹭他们 但主要成员就是 你们俩和宽哥三个人 挺强啊 这个 group 你们怎么 我就太纳闷的是 你们三个都没有 都缺东西怎么聊呢 谁有想法就谁说吧 是这样吗 这怎么还不敢说话了 这人还串供呢 不能把核心精密告诉他们 我得问问 我得问问我们组长 都签了保闭协议的 我们girls 我去过 我可以解答你这个问题 就艺人读一遍 然后改会儿 然后再艺人再读一遍 嗯 好严格啊 应该就很累 跟上课一样 肯定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改的很快 效率高 小北的头发秀里讲的 那个男生出门前 会刻意打扮一下 那你们会吗 就其实我有点好奇 我就会洗个头 就是 就是因为我头发半长不短的 就是睡醒或者啥的会比较乱 我就是洗一下 顺溜一下 忽兰呢 忽兰呢 我咋来着 就是出门前 这个这个记性 你出门就记得带好钥匙 没有我没啥 最近我也没心思 去开发卖 天天就穿一件衣服 我之前在就是上海来公司的时候 有时候忽兰还会弄点小蝶 穿 对 忽兰到 到青岛以后 越来越像电竞选手了 穿得越来越舒适了 不是 你知道 要是讲不好 穿得贼美就更傻了 你知道吗 对 穿得很美 但我讲得很差呀 啊 那咱们没有穿得很美的 哎呀 你这就说话更难听了 哎呀 哦 我觉得晃晃大幕 算我们这里面比较注重那个 一容一表这一拍 但我常常看大幕穿睡衣 因为是因为方便 就是你不用 舒服也 对 你不用琢磨今天要怎么搭配 你俩有点像旧时候会上海的样子 哈哈哈哈 晃晃的造型特别像一个上海滩小弟 然后那种 对对对对 哥哥哥 去哪去哪 给我打二两球啊 那肉食动物 上次演了白雪公主 灰姑娘 武松 下次有没有什么想尝试的 其实这个已经差不多演到头了 我们还有一个 但是不准备再往这方面写了 但如果迪士尼请你去办白雪公主 你去不去 我真的想去 因为我之前还问过 我想问问迪士尼 我没想问 哈哈哈哈 这儿童中口专区 然后 放放在里面 哈哈哈哈 好啊 我们今天已经聊得这么开心了 我们接下来玩个小游戏吧 啊 这个小游戏叫做 肢体版成语接龙 上一次没玩够 场上的选手分为两组 大家轮流进行肢体成语接龙 来不了了 来个别的 来了老弟 率先猜测的队伍积一分 厉害 来吧 好 一开头的 一开头的 一心一意 你猜对了 哈哈哈哈 他不是 他猜对了 他就得分了 他猜对了 你承认干嘛呀 你什么都没演 好 那你猜错了 哈哈哈哈 这怎么控制他 这不能控制他 不是 你得演出来 你不能 啊 你说 一 你排几盒 一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一波三折 六个字 六个字 六六个字 六个字 一帆风顺 呃 对了 一番 风顺 六六个字 那所以接下来就应该 顺 哇 顺 顺水立立 城坡 春风春水 春水推招 好 强 厉害 我都想不出成语 你们是咋 magnet厂 哪有盛开他的呲 盛进去了 盛 Needled 盛설 什么样 屎 屎 屎 第一个字 屎杰是美 我本来要拳的 就是 你们这一队有点性灵犀 美 美不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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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收 ok 收 手舞足蹈 不行 真是 手道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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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点了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这边离得近呢 有没有你要看那头眼 对啊 是不是看着看着不方便 要不然 因为光传播是需要时间的 不要再讽刺我们了 不要再讽刺 就是没有姿势 没有姿势 手道琴来 好第一个字 来 来去如风 来来回回 来来往往 来去日见 哈哈哈 来去时间的 王光飞 哈哈哈 来不了了 来个别的 来回生气 来回推拉 来了老弟 哈哈哈 哈哈哈 来呀大哥 哈哈哈 那不行来换一个 换一换一个 来去自如 哎对 来去自如 如 好 我这个好 哎我从第二个人就开始演 啊 如鱼夺水 哈哈哈 哎你可以 不是不是不是如鱼夺水 能是 不是 是如鱼夺水呀 再想一个呀 这是个诚实的游戏 哈哈哈 你这样还有机会找我呢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如不是如鱼夺水 你按照那个鱼记着眼 你按照鱼什么 如鱼什么 如鱼打鼻 这就如啊 啊 然后 不是什么 如鱼夺 哎 如鱼夺 哎 如鱼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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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第一轮有什么区别呢 哈哈哈 那跟第一轮有什么区别呢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这是为了这是火是吧 哇 火苗吧 哦 如鱼夺 这双汇的成语好多呀 哈哈 你现在演了两个 哈哈 哈哈 涂还真没有 哦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涂雄壁线 哈哈哈 我也是这么想了 涂雄壁线就别演了吧 我感觉 这已经有四张嘴等着说涂雄壁线呢 涂雄壁线 涂雄壁线 涂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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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雄壁 涂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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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肯定是靠我从第二个在演 靠山吃山 你看我跟娘娘还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好 我们今天游戏玩到这里差不多了 今天按照惯例 我们四等选手要收录进小慧的脱口秀演员百科全书上 上一场肉食动物没有血 我们今天补一下 我就写了我的超能力是想要心想事成 我的人生的终极愿望也是心想事成 最特别的地方是健忘 那你还记得你的超能力是啥吗 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开心 现在就感觉是你的理想生活 挺好的 我觉得 晃晃呢 我想要获得的超能力是时间停止 然后除了脱口秀之外 最爱刚才是打游戏 然后觉得自己最特别的地方是特别胖 然后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开个小饭店 对 自己人生的终极愿望是减个肥吧 简简单单 行 恭喜肉食动物 那么今天我们的拓球小会到这里结束了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